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陈先生接到国内之后 就马上接受国内的一个正规的医疗系统的一个照顾 我们在这边祝福我们一切运送的过程 还有就是我们陈先生回到国内治疗的过程都能够顺利 那么这次张华县政府卓县长非常的关心 那么交代相关的局处全力投入 还协调这个同众和医院那么协助的过程 那么虽然有一些取责 但是最后圆满能够达成这个任务 我们觉得非常的欣慰 在昨天的中午我们取得家属委托书 来就开始进行安排 在下午差不多两点钟的时候 我们拿到所有的水行家属跟病人的资料以后 我们在两三个小时后 就在中华航空的协助下 我们就完成整个的安排 我们的医疗团队包括一个重症照护的组织医师 带两个专科护理师要出发前往维也纳 他们预计在下礼拜一早上回到台湾 在差不多八点半就会到达同中和医院 我们把床位什么都医师都会安排得好 来协助他做后续医疗的处理工作 10月27日陈军住院消息披露后 28日访试案家 了解案家困境并进行协助 并由永津乡公所开设募款专户 在这次我们发动永津乡公所 发动这种救治行动以后 短短五天内 我们的上款监制就已经超过140万 因为当初本来是要用医疗专机可能就要四五百万 但是我们透过跟这种同种和医院协调以后 他们认为用国际民航机这种加这种医疗设备的话 就可以把病人能够安全的接回到国内来 同时把这种接回的费用 从四百万左右可以降低到一百五十万以内 所以我们目前到目前监管非常接近 所以我们就启动这种把他接回来的任务 我们公所的管府说 他要尽量帮我们帮忙 11月2日上午 幸福团队在永进乡公所及家属及医院代表召开协调会 会中决议成军反国运送专机费用 由永进乡公所受理捐款支付 预估经费在150万元以内 11月3日由同纵和医院医疗小组及家属代表 前往奥地利维也纳进行反国就医钳制作业 公益频道林俊明 彰化 采访报导